第一件事就是香港真是正棍多罗罗 這個真是大件事 這個正棍監察組又要分享一張圖片 也不用分享圖片 我說了 有一個人就叫做 Junius Holquniel 何君堯 這個坐以待斃的立法會議 我坐在那裡就收錢了 發覺短訊要1.5億 神經病 短訊要1.5億 要先說一說 是真的嗎?開玩笑還是假新聞 他這個人是假裝不知道的 全港市民手機同享通訊辦 1.5億元緊急警示系統啟用 又會這麼貴的嗎?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 立法會是批了 他很搞笑 他根本就是發夢 現在我沒有誤會他 他在19至20年 他是財委會有份的 他自己批的 他是有份的 他這傢伙真是離譜 先說一下說什麼 先說一下說什麼 每個SMS當收1元 當全港750萬人 每人有兩部手機 頂龍都是 只不過15萬 何來要花1.5億 他傻的 因為其實全港現在 Active的手機用戶 是2,400萬個 是2,400萬個 他根本不知道 通訊辦其實是有告訴大家的 有些人說我們是盲刺 應該我們再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絕對不是盲刺 這個是他們 這班政棍盲插 根本自己應該要看 原來是文件 是不看的 原來是 等我一會再解釋給大家聽 他說 政府理應不用給 用牌照條款列明 電訊箱有義務 為政府提供免費緊急服務就可以了 那些錢拿來浪費真冤枉 其實 2019至2020年度 這個何君堯 他是有份做財委會的委員 何君堯議員 JP 有 主席是陳健波 有的 主席是陳健波 有的 要不要給他這麼多錢 原來文件都不看 我們現在就說那個文件在哪裡 叫做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編號就是FCR 括弧2019 2046 2046 第46份 2019至2046 FCR OK 總目就是142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分目 一般非經常開支新項目 防疫抗疫基金 請各委員 批准開納為數300億元的新承擔額 為防疫抗疫基金注資 以提升我們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能力 以及向受這次疫情重創 或者受防疫抗疫措施影響的企業和市民 提供協助或換助 提供協助或換助 這份是六十頁的文件 其實 其實 那億五是寫在裡面 他好像沒有看過的一樣 這個何君堯是 他完全沒有看過 上班就亂批 反正 其他人說贊成 當然贊成 其他人反對 反對 他這樣做事 不行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是很過份的 其實 在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即是 那一點下面 即是I 即是第一 這個是羅馬數字 一 下面 它的H點已經寫清楚了 就是 設立緊急警示系統 讓政府籍系統發出緊急公告和訊息 提醒市民注意疫情大爆發等緊急情況 是 長程座於附件B8 完全沒有看文件 原來有些人是 很厲害 哈哈哈哈 好笑 這條 那我現在 當然 即是他不發帖 沒有理會他 其實 口癢 又要發帖 胡亂鬧 自己有份批 那筆錢 FCR 2019-203 46 附件B8 寫著 設立緊急警示系統 政策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執行機構 就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目的 就是為了讓政府能夠在緊急情況下 向公眾發送實事 公告及訊息 我們建議承擔開支 設立和營運一個新的緊急警示系統 以便政府可以向所有流動電話用戶發送即時訊息 好了 簡介 那就是現時 當在緊急情況下 有需要向所有市民發放緊急及重要訊息的時候 政府會按照和流動網絡刑辦商於2008年的協定安排 向刑辦商尋求協助 使用它的短訊服務 括弧SMS 過去十二個月中 政府利用這個模式發送了十二次緊急公告和訊息 然而 以短訊服務發放訊息的安排 有它的限制 由於容量所限 和本港流動電話用戶數目龐大 要將短訊送至所有流動電話 用戶需花四小時或以上 這個我們也說過是有限的 昨天我們已經說過 林鄭月娥也說要用四小時 而使用這個預矯電話卡的用戶 或者萬遊服務的旅客 又未能夠收到有關短訊 我們建議利用區域廣播技術 就是昨天我說的小區廣播 它有另一個譯名 叫區域廣播 這個叫Sell Broadcast 作為更快捷更靈活的訊息發放模式 可以同時發送訊息 與指定地區內的所有流動電話用戶 駐最新一代的區域廣播系統 可以在少於十秒內 將訊息傳送至幾百萬的流動電話用戶 其實不止 是可以幾秒就可以過千萬都可以 是二千四百萬的流動電話用戶 是十秒之內 那也要說 他也不知道這些數字怎麼來的 這個何君堯是 正棍真是正棍到不得了 上一屆也是正棍 這一屆也是正棍 根本就要他回水 你收了錢原來不用看文件的 一個議員 原來就是負責在Facebook上出帖 罵特區政府 還要亂吵 真是可惡到極點 好了 緊急的政府公告和訊息 例如健康安全警報或極端天氣情況 可以透過更快節和更靈會舉方式 傳送給用戶 並可以按情況劃分接收地區 這項建議可以為及全港所有約二千四百萬流動電話用戶 對財政的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是什麼 他們估計設立緊急警示系統的成本 就是一億五千萬 這個數字我會解釋 為何我們不是盲撐的 因為有些人會說 你們盲撐的一億五千萬 這麼多錢 其實我們都有根據 因為我們這裡也做過 當然不是我負責 其實我們這裡只是發過幾次訊息 也不是很多 但是這個億五其實 不是一個過分的數額 我都要說 因為其實不是很多 都要說 好了 他們現在就個個都說 因為其實他們做什麼的政棍 想什麼呢 市民拿萬五元出來都很難 拿億五沒有這個概念 我們先把他們弄掉 握一下選民 其實他們自己是知道的 這個在FCR 這份文件裡面 FCR豁湖2019至20 山豁湖 即是2019至20年度 46號文件 附件B8的第二頁 那裡已經有說 對財政的影響 就是一億五千萬 包括購買設備 安裝和營運的費用 緊急警示系統 要和流動網絡營辦商的 電訊網絡連接 因此我們需要和營辦商商討 推行細節和操作模式 並且達成共識 迫撤城 由於政府必須就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發展 及有關措施 向市民發出緊急警示及信息 因此我們需要盡快設立緊急警示系統 實施 緊急警示系統的信息發送工作 將由本地流動網絡營辦商操作和與政府合作推行 如果得到流動網絡營辦商的全力支持 預計大約需時四個月建立系統 予以落實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正與流動網絡營辦商 討論盡快推行有關建議的方法 這就是財委會的文件 我也不是想罵何君堯 我也先檢查過 究竟他是不是在財委會中 他在 何君堯議員 JP 太平紳士 有他的話 香港就真的不太平了 不太平了 還要說政府的利益不用給 怎麼會 哈哈哈哈 這位Little Man說 我一向支持政府 但現在香港政府倒行逆思 怎麼撐 我想問問你 香港政府怎麼倒行逆思 可不可以多給一些資料 是嗎 這個人說 這個人 這個人 看看他是不是在藍營狗蛋數據庫 他Little Man是一個字還是兩個字 一個字 一個字 Little Dash Man 我們看看他是不是在藍營狗蛋數據庫的人 我們第一件事當然要檢查一下 沒有 原來他不是 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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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說倒行逆思 其實什麼叫倒行逆思 你就亂說 是怎樣倒行逆思法 什麼叫倒行逆思 這個倒行逆思是有定義的 你自己現在說 就說別人倒行逆思 我就說你亂說 就是這樣 就是怎樣倒行逆思 我也不知道 你說就是倒行逆思 他說不到 他說不到任何理由 人說他有說 我相信就是這樣 如果你可以 你就把倒行逆思 可不可以先說 新開的小號 可能是 新開小號 可能是 Theresa雷就說 設定警示系統是好的 讓刁民不會說 政府訊息慢 又混亂 其實他們每個都在吵 每晚 10秒就打到 打到二千多個手機 10秒就可以了 同一時間 是啊 BentainQ說 保養維修當然不包 其實 模特兒是這樣的 有些地方 裝的系統便便宜些 但他營運便便宜些 香港的營運 我不知道要收多少 但是 在新西蘭這裏 換成港幣的話 一年都要花二千萬去營運 那個系統 不管你發多少通訊都好 不管你發多少短訊都好 你要營運的系統 就要二千萬港幣左右 是這樣的 這個系統 我們17年已經裝了 其實他開始裝 就比17年 17年就上線 其實 只是過去幾年已經給了1.5億 我們這裡 如果計算數 那麼 空偉師就說 何君堯到底 他明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讓他做議員 就是要他對付泛民 林卓廷 長毛 那些 這些人現在清了 你炮口對著林鄭 你不就電Q了 其實他可以走 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是啊 他的歷史任務完結 這些政棍的歷史任務完結 其實有一個人我都很想抹擦他 就是叫霍啟光 不過我算了 我們不能夠全都罵 因為全都罵 我們就孤立無緣 其實說真的 這件事根本是不應該拿出來做文章 但是很多人都拿來做文章 有些人就說 哇 突然間 機器震了 嚇死我 小小事都要用這個緊急通訊 我覺得很無謂 而且看到1.5億好像很貴 其實就不是 其實不是很貴 這件事是救命的 有什麼突發事件 這個通訊是非常有效的 這些是抵抗的 就好像你買一個保險一樣 你起事上來有意外 那你有保險 那當然 你不一定有意外 你沒有意外 你又要付錢 你就覺得自己浪費 是不是 是啊 Danny Leung 就不說以為發一次1.5億 發第二次3億 當然不是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他是做了系統之後 其實我也不怕跟大家說 他做了系統之後 是隨時用的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 他每年都要付錢的刑辦商 這是合理的 因為他要維繫那套系統 他也要付錢 維護嘛 維護是要付錢的 但是 通常你買這些系統 都有兩個做法 因為他投標的時候 就是這樣 他計算總體的成本 對不對 如果投標的話 通常是這樣 通常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便宜一點 有些公司可以幫你做 那麼 這個便宜一點的做法 就是新西蘭就是這樣做 一開始的時候 他做那套系統 就沒有香港花那麼多錢 但是之後維護就很貴了 其實 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 你要記住 你買些東西回來便宜 便宜買貴用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你買一個印刷回來 很便宜 那些打印機 很便宜 墨水貴到你 其實就是 這些便宜買貴用 是不是 那個打印機 買回來200港幣 然後你買下一個 那些碳粉 還貴過那個印刷 那印刷特價買 其實有不同的模式 我就要說 其實他根本都不明白 這件事 這件事根本是很重要的 香港其實一直都是很幸運 香港這個地方的福利 沒有什麼大型天災 其實你說那個天鴿 和另外那個十號風球 我都忘記了是什麼 兩個人很厲害 死了很多人 搞到香港很慘 其實香港最慘的是 小孩子截不切放學 其實最慘就是這樣 已經是 已經是最慘了 因為香港一直是福地 大驚小怪 很多地方一早已經有 香港已經是遲 當然了 日本有了很久 日本有了十幾年 他那條J-Alert 日本是叫J-Alert 那個系統 有了很久 他們 即是 他們福島那裡 都有用這個系統 這個叫做全國信時警暴系統 這個就是日本的 很久了 2007年他們已經有了 這個是 有海嘯 地震 他們都可以公佈的 其實是很好的 你能夠幫到人 可以盡快撤離 譬如說 快要有海嘯襲擊香港 不知道會不會有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這些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去一些高一點的地方 立刻可以 全部人都上了太平山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上大霧山 立刻衝上去 其實這些是好事 就是這樣說 這個系統 是10至20秒 就可以通訊 給全部人 其實就是 這個優勝的地方就是這樣 當然 就是 這些 我們一向都是叫做 Emergency Alert 英文就叫做 其實很普遍 很多地方都有安裝這些系統 第一次我看到的時候 我們這裡 就是他發了一個什麼訊息 就是發售一個測試 系統測試的訊息 這裡是這樣的 他最初 就是用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做了一個系統測試 我們現在要測試系統了 接著每年他都測一次 17年開始 每年都測一次系統 接著去到 2020年就沒有測了 因為2020年 應該是3月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 四級封城 全部人不准出街 就是用那個 馬上通訊的系統 我認為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 有沒有人出來罵 說這套系統不好 說 嚇死我了 聲音很奇怪 沒有 我告訴你 是香港這麼奇怪 很奇怪 算什麼 少見多怪 有些少見多怪 很多人 是啊 這個系統非常好 事實上 很實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AL就說 又不見三了 一大地震的時候 在日本的香港人 這樣罵當地政府 其實呢 在內地都會有 在內地都會有 水浸都會 都會 提醒你 其實是 在北京都會 所以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 那些人覺得這件事 是這麼重要 我真的不明白 村長就是 我用雙卡機 經常收到 內地政府的 關於天氣 或者疫情的訊息廣播 那我現在 其實 他是這樣的 訊息廣播 用Sell Broadcast 是信不到給你的 但是 我告訴你 如果你有內地電話號碼 通常會這樣的 你都會收到 加861001 接著就會寫 交管部門 提示你 3月7日 週一 全國兩會 東殘奧會 正在舉行 適逢機動車 49美號限行 學校周邊 和市區環路 這是我在北京的電話 聯絡線高速公路 交通流集中 高峰交通壓力大 請市民朋友們 關注交管部門出行提示 提前安排出行計劃 盡量選擇綠色出行 錯峰出行 感謝你的支持和配合 還有 我就收到另外一個 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提示 購買冰端端 這個 東奧紀念品 請選擇官方渠道 切密從非官方渠道購買 請廣大市民提高警惕 慎防上檔受騙 哈哈哈哈 這些根本很正常 政府以前是用短訊的 如果你的時效性不是那麼厲害 不是馬上知道的 你用短訊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短訊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只是可以發給那個地區的號碼 你是確認不到 你在不在那個地區 其實是 即是 現在這一套系統 就是全部接入了 手提電話網絡 都應該收得到 但是 嘉嘉珠就說 三星有些型號 是沒有這個 設置 是這樣的 其實 一些舊機都可以 就算是 不是 不是 不是這樣的 這個講一下技術上的事情 講一下 例如你那個三叔 是 Note 4 好像我這部 立刻拿一部舊電話出來 這部是收不到的 是收不到的 是收不到的 舊電話是收不到的 其實 這些 是要 如果我沒有搞錯 Note機是要 聽完之後才能收到 即是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 其實是 但是 我也要告訴大家 這些 你不能夠怪特區政府 就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特區政府 已經比其他地方的政府 是好得多 起碼有津貼 錢給你們去換機 即是那個 消費券 又有派錢 對不對 你電話是經常都要用的 那你買個小米 新款一點的機器 都是一千多元 對不對 那你一千多元都不願意花 政府給你一萬多元 你花一千多元都好像很慘 這樣 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的 這個 是 是 Keen Ping亮就說 我打機有警暴器 就是 因為你那部打機那部機 就接了進去 那個手提電話網絡那裡 其實就是這樣 沒有接都收到的 沒有接手提電話網絡也收到的 不是 要有接入 一定要可以 我那部小米沒有接收 沒有接入Sale 沒有SIM卡都收到的 很有趣 不用 SIM卡 它最主要就是 你stand by 已經可以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那部小米可以打111 可以打999 可以打 Emergency Call Emergency Call 沒錯 Emergency 這個是急用的 所以你沒有SIM卡都可以打得到的 其實 還有一件事就是 警暴聲響很大 根本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就是要大聲的 就是要大聲 就是要大聲的 如果 如果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不是 那好吧 Maverick Wong就說 因為那些人長期被毒媒 症棍齊齊 搞到那個腦子 廢了長期誤勇 已經全部反智 其實他們是這樣的 那CK就說 難道是播謝天鵝壺 做這個 緊急警暴嗎 不是 可能要狼聲 他們那些戰狼 噢 噢 噢 這樣就對了 哈哈哈 戰狼來了 哈哈哈 對呀 差點忘記了何君源的戰狼 哈哈 有人說會有狼來了效應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這次這宗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不是 現在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很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呢 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很重要的訊息就是 現在告訴別人 你不要走近這個238議員 就是這樣 這根本是好東西來的 這是 你走近一點 這是專修 這個 染了新冠的人 你走近一點 也有可能染疫 就是 告訴你 對吧 除非你覺得 Omicron有什麼用 也是輕症來的 不怕的 如果你相信這些 當然是罵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你相信這些 謠言的話 那當然是罵特區政府 然後還要說 億五好貴呀 億五派就好過啦 那些就是神經病的 那 Toracef就說 香港人就是這樣 外國用的時候 賺香港用的時候 就彈 區政府做什麼都是彈的 我告訴你 兩方就說 日本 北韓射飛彈的時候 金將軍 噔噔噔噔噔噔 那時候 他也有通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 空韋斯就說 其實不是手機型號 你的安全系統有沒有更新 估計要安全 不知道可以 其實有些手機是 更新不了的 空韋斯 為什麼我說 Veronica確認了 10收到 68收不到 64肯定都收不到 因為我自己也測試過 哪些收到哪些收不到 沒有更新的 其實主要跟更不更新 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手機根本更新不了 他那間廠也不讓你支援新系統 他也不讓你更新 所以是收不到的 那麼 Candy Wong就說 哇 美國有了很久 習慣了又自然 不要大驚小怪 香港什麼時候 變得這麼弱智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 有一班人是這樣 最慘就是 很不幸 是啊 個個大驚小怪 這樣 有些社長你真是厲害 我沒有碌狗 真的收不到 其實不是我厲害 其實政府是有公佈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以為是很厲害嗎 其實政府是有說到的 這個 深水埗賭棍 鹿4還能開到機 開到嗎?為什麼開不到 當然開到 怎麼開不到機 怎麼開不到機 一定開到的 手機怎麼開不到 其實那些舊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你不用而已 而且它沒有那麼穩定而已 其實是很容易開得到 當然這些電子 我之前買了一塊韓國際的電子 都漲了 近來拿出來看一看的時候 因為我在做一些測試 為什麼會拿出一部舊機 是在測試其他東西的 好了 那4H就說我覺得這個警報很好 只要當日需要看醫生 就知道 其實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 E238醫院有很多人要去覆診 那些 那些 就是說我們 我們安裝了這個系統 特區政府要測試 如果測試 你還會被人罵得厲害 你知道嗎 測試也要嚇到我這樣 有沒有搞錯 狼來了 測試而已 這樣 那就還死 是不是 這麼容易狼來了嗎 這麼容易狼來了嗎 喂 政府不會拿來玩電話吧 有空聲 你四個黑佬這樣 不要那麼無聊 當然 當然 緊急才會通知你 如果你一次 用一次就有狼來了 喂 你們這些傢伙都很 很跨 狼來了都想得出 如果你是買Galaxy A8s 應該是收得到的 即是內地版都應該收得到 不會閹割了這個功能 如果這個收不到的話 你就可能要 如果你是用 Samsung Galaxy A8s 這部電話 你可能要更新一下 這個系統 但其實它應該是用Android 9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Virginia Key 我也告訴你 即是 應該是收得到的 理論上是收得到 我之前都說 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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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其他沒有收到 那就不知道為什麼 Yuan Hang Choi 就說 警鐘要定時試一下 有沒有壞系 那些走火警 其實每兩個月要檢驗一次 在辦公室那裡 其實正常來說 要這樣做 我知道 有些地方是不會做的 我知道 小查都好像大廈消防系統 都要定期測試 警鐘都要響一下 看看有沒有問題 當然 這個絕對是 五七六先生就提醒了 收不到可能關了緊急通訊通知 千萬不要關這個功能 我知道有人開始教別人關了這個功能 不要 千萬不要 緊急通知你都不想收嗎 你覺得太煩嗎 突然響我 有些人這樣 我見過有些人在網上這樣寫 嘩 突然間做了一件事 突然間鎮到這樣 嘈嘈嘈嘈 就嚇死我了 心都來一來 是啊 不是吧 那些緊急通知 大哥 你真的這樣都覺得煩嗎 還不想收到 嘩 萬一香港突然受到襲擊 或者地震 然後你又覺得煩 難道不想知道啊 這樣關掉了 那你就知道 是啊 其實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有這個系統 但其實政府是做了宣傳的 政府是有做宣傳的 不過 大家可能沒有理會 而且是電視的廣告有播的 其實如果你有看免費電視 其實應該看過 有聽商業的電台應該有播過 就算聽香港電台也有播過 其實就是 好 好了 HTT 他說我要多謝這次響 而令我80歲的老爸 肯叫999入院 原因是 因為周一 老爸快測 陽性 如果他去醫院 會在門口排隊入院 禮拜二 全港收到警報之後 他就 肯去入院 那就OK 不要關機 不要關機 情部有關子 你關得知我沒法找到你 所以一定不要關機 所以這個 都是提醒一下大家 那個功能千萬不要關 好了 台陽麻煩你 看看特區政府的片段 因為現在有些人說我們盲撐特區政府 但是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盲撐的 是他們那幫人盲撐的 就是這個緊急警示 這個系統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台陽麻煩你播一播 有一條視頻和一條聲帶 等等 不要緊 當然 有些人說被警報嚇到 有些怪 其實 林鄭就說 昨天的記者會 其實警示也不錯 不過 自己收到訊息的時候 那一刻也有點怪 其實 專門就是要怪 如果像一般短訊一樣 就沒有功能 其實林鄭月娥是解釋過 是怎麼做的 這個緊急警示系統 就是2020年立法會批出的 防疫抗疫基金 資助設立 目的是要有系統可以在緊急情況下 向市民發放實時公告和訊息 政府過往如果需要發布緊急公告 主要是靠手機短訊 但不足之處就是發送到流動電話的時間 需要較長 估計要四個小時 而且是逐批逐批發送 如果手機用戶 用的是太空卡 就更加收不到 香港就是 沒有快去太空卡的 當然 參考了其他地方 日本 美國 都有類似系統 立法會也同意設立 用區域廣播技術 令到本地2400萬流動電話用戶 每天醫院管理局七個聯網 十七間急診室裡面最繁忙的急診室 一間醫院的急診室工作量 已經可能是整個醫管局管理急診人士的十分之一 即使是住在新界的居民有事的時候 都可能會去伊利沙伯醫院 將伊利沙伯醫院變成定點醫院 需要消防署配合 但是市民未必知道這個安排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看見 建議社會 尤其是政府的記者會 要第一時間讓全港市民知道 伊利沙伯醫院不收非確診患者 是屬於可以作緊急警示 符合當日立法會財委會的使用要求 明白嗎? 即是人們說我們是盲撐 其實你想想也知道不是盲撐 好了 台藥麻煩你播一播視頻 請 等等等等 我的機器還在運動 有點困難 有點慢 我們現在已經沒什麼資源了 我們的資源已經糟糕了 已經很糟糕了 不要緊 先說一下究竟 一套這些系統應該多少錢 當然有些人問這個問題 億五很貴 為什麼要億五這麼多 便宜一點不行嗎? 一千萬就行了 好像剛才坐以待斃的何君堯議員 他問這個問題 雖然他一早已經看過文件 但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一樣 你說是不是很可笑呢? 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剛才我們也提了一些 就是他做的時候 他一定一做的時候 他就會收一筆錢 幫你做 還有你做這筆錢的時候 他不單止是幫你搞承辦商要收錢 其實呢 你要做一些博物 那些東西 那個電訊商也是要收錢的 為什麼要收錢? 有牌照那裡收不可以嗎? 這個是楊無出在楊身上的 我想跟大家說 政府不在這裡付 在別的方向 也是一樣要付的 其實 根本就不存在說可以不付 即是你們那幫議員 自己就可以收錢 別人呢 就要一元都不收 即是你們自己就坐以待幣 別人收少少錢 你們都要吵 為什麼不請義工呢? 請義工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給三萬多元去請人呢? 大哥 這個世界 就是這麼說 這個是金錢世界 香港資本主義社會 就算內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你都不可以經常請義工 是一元都不給的 志願人士 是一元都不給的 你怎麼都要給回居馬費 才是公道的 大哥 是不是? 即是不是你們這些議員 個個都坐以待幣 要其他市民 另外一個坐以待幣 市民就真的坐在那裡等死的 那個坐以待幣 那好了 我們先看看片段吧 好 路面這麼亂 不要出門口 電視是有播放的 也要告訴大家 電視是有播放的 還有電台也有 另外播放聲帶 一台有 播放聲帶 對他 給我一點時間 不要緊 深水埗島棍就說 上海應該都是區域廣播 去到某區域立即收到重要訊息 之前有網友問 如果在外國會不會收到 因為它是根據那個 發射站 發射站 去播放的 如果全港的發射站 都會播放這個訊息 它就會收到 就是這樣 我們來聽電台的廣播 好 我收到了 你收不收到 我也收到 你說的是政府設立的緊急警示系統 這個系統 經手機即時發送有關極端天氣 嚴重威脅公眾安全 及公共衛生事故等緊急訊息 等市民可以及時應變 不過 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機設定 才會收到這些緊急訊息 有疑問請向電訊刑辦商查訊 收到緊急訊息 時刻保持警惕 其實人們罵政府 說真的 這些在香港是有播的 我們為什麼會找得到 因為我們就是知道 因為我們就是知道有這些情況 有些網友說不是 這個系統 其實一早已經知道有這件事 是有些人自己不理 然後現在 就找個位置來罵特區政府 其實這樣做是不公道的 不過 當然 你看看那些政棍 做事有多可公道 他們那班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公道 公道是不在人心的 所以香港人 公道的人就不會做政棍 是不是 是啊 這個就是 很麻煩的情況 即是他們是刻意地搞的 即是 你想一下 即是如果刻意地搞這個問題 你自己看到 即是我看到就呆了 即是你 沒有可能在這樣的情況 都要去罵這個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沒有說做得貴 那我舉個例子 剛剛才是 因為我提到昨天才是 我叫James 找了一些資料 那我剛剛才能開到 其實就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這裡 他做的那個系統 他最初就 即是這個要說回來 即是最初的時候 他是在2015、2016年 他已經開始搞的 其實這裡是 那 那 即是 2015、2016年開始搞的 那時候的資料當然會便宜一點 是不是 即是不會現在這麼貴 那 即是 那時候 其實我們這裡做的那個系統 如果換回港幣的話 已經花了 六千多七千萬港幣 只是建立那套系統 然後每年 剛才我講過 是要給差不多 兩千萬 一千五百至兩千萬 這麼多錢去維護這個系統 即是 根本就不是說可以很便宜做得到 即是有些人經常都說 很便宜 便宜一點也可以 不用那麼貴 即是很坦白說 你這份人工都可以便宜一點 是不是 對不對 不可以的 是不是 一個泵不少可以的 是啊 其實 香港已經做得很快 我跟你說 我們最初 新生銀行做的時候 一五年的時候 就做business case business case都要錢 就是做那個 就是計算那個 成效 和成本 就是要計算那個 economic assessment 做那個經濟效率 看看有沒有 做了一年 那個business case 一六年 那就 計算要用多少錢 然後再整個spect出來 一六年 然後整個spect出來之後 然後再去市場那裡 找一個供應商 那麼2017年 就做好那套東西 年底就測試 接著就再做那個 就是那個 那些標準 那些 protocols 就是 一定要做的 就是那個標準的工序 接著就做推廣 其實香港都做了 香港不過是全部東西壓縮一年而已 就是 在新西蘭做三年的事 香港壓縮了一年 做好了 其實香港是很快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要拖場來做 其實因為 為什麼拖場來做會便宜一些 有時候就是 因為 這些就是 做事的人 通常都是這樣的 如果 你做事 是要快 你一定是沒有得便宜的 通常就是這樣的 你慢慢做一些東西 可以便宜一些 這個就是現實了 你要快、靚、正是沒有的 這三樣東西是不存在的 你只能夠 你要快 就沒有得靚 也沒有得便宜 你要靚 你就沒有得便宜 也沒有得快 就是 你要正 又沒有得快 又沒有得便宜 這也是這樣的 這三樣東西 你沒有辦法共存 香港人經常說 快、靚、靚、靚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快、靚、靚 這個世界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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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說 花靚、靚、靚 沒有那麼多 花靚、靚、靚 真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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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每年都要付錢 新西蘭做這套系統 因為 他找的那些承辦商 他算的數 就不是 一獲就收得多 他之後要慢慢收回你 慢慢收回你 之後 其實每年都要付錢 香港的情況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年都要付錢 因為 那些細節我是找不到 因為我也不是議員 職責根本就是在議員上 說回市民聽 究竟搞什麼 就是財委會是搞什麼 是不是 你以前還是在地區直選的 何君堯 是不是 你應該解釋給你的選民聽 這個財委會的討論文件裡面 說什麼 是不是 不是的 是不是 先說一下 當時有一個人 叫做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他都 在附件8 那裡 剛才說的附件B8 他有問 設立緊急警示系統 而採用的區域廣播技術 每秒可傳送的數目為何 其實這些根本就不用問 根本的技術是一樣的 我告訴你 香港立法會就是垃圾 其實 我不是想罵這個莫乃光 不過他也是垃圾 他說 發送於指定地區所指的範圍 大約為何 就是一個銷售 那你那個指定地區的時候 你要發多少個銷售 就自己定 其實這些根本就不用問的 但是 當時 這個Charles Mock 莫乃光 立法會議員 資訊科技界 就問這些這麼豪華的問題 我跟你說 但是他也沒有問 要多少錢 是不是合理 其實那個造價就很合理 其實 一億五就 然後 不是貴的 老實說 不是貴 而且你說 採用緊急警示系統 所發出指示發送緊急公告 和訊息的準則和機制 是怎樣的 他問的時候當然還未定 是不是 負責審批的部門是誰 到最後 當然 保安局 起碼都是要按鍵才可以批 是不是 好了 接著 營運新系統 透過流動網絡 營辦商的電訊網絡 發送緊急 訊息需要支付的費用為何 這個 有不同的方法 他怎樣收你錢 其實這些系統 怎樣收你錢 是有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他問這個也是對的 但是 最常見 全世界都是這樣 應該就是全世界都是這樣 他每年就收你一個 就是 maintenance fee 就是維持系統的費用 就是一年收 新西蘭的費用 每年2千多萬港幣 就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是有用的 而且每人是花幾元 坦白說 你現在香港是750萬人 根本 說真的 是花20元的事 一人花20元的事 剛才 是不是 如果沒有計算錯 根本不是多 就算200元也不是多 我的看法就是 很多事情說 要在牌照那裡包買營運商來搞 這麼容易嗎 就是 經常都想著 可以不用付錢 有些議員他自己說 不如 何議員 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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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政府 送給政府 對嗎 說話 人家做事要免費 你做什麼都要收錢 你是不是瘋了 這個人 我不想罵軍儀 本來這裡已經不是罵軍儀 不過想起來就生氣 習慣了找人笨的人 相信 是不是 這個 垃圾到不得了 其實 深水埗倒棍 以前泛民會去了解針對性 現在那些混蛋都不想 隨時罵 其實我就說 有人說 我們罵泛民 還罵得少 過建制派 泛民在哪裡 現在 泛民沒有了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他們問的問題 雖然是按摩 好像我剛才說的 莫乃光的問題 是按摩 但是他都不是錯了 你知道嗎 他都不是隨便在Facebook那裡說 哇 億五好多 他不是問這些那麼按摩 你知道嗎 所以告訴大家 現在立法會的情況 其實他們那些議員的議政水平是要提升很多才行 如果不是 根本幫不了特區政府 即他們現在是搞破壞 即如果每個人都像波哥那樣做 即是像陳健波那樣做 其實是很好的 但是 不是 因為你看到是 即是 香港現在大件事就是這樣 即是濫於充數 騙飯吃的人是太多 接著就說我們這些人是盲撐政府 其實他們是盲插的 即是 連文件都不看 應該看的文件都不看 對不對 即是我們都找到一些文件出來 去踢爆你這傢伙 根本是完全文件都不看 這條磨碌系 對不對 真是可惡到不得了 那 不是掛罵泛民在19年都已經罵爆了 那當然 就是 其實他們已經 要罵的已經罵完了 他們已經付出了 即是應該付出的代價 走路的走路 離開的離開 當然也都 仍然有一些人亂參與 我們不是不罵他們的 其實我們也有罵他們的 即是有些人說 你們很偏頗不罵 喂大哥 即是 你們支持那些所謂建制派 或者建制派的議員 他們為社會製造了多少問題出來 他就罵別人是盲撐特區政府 其實他們這班人從來都是盲插的 做什麼都要插 蕭特爭說 一條警報信息 這樣也有得罵 是 沒錯 是 有些議員還出來說 好像那個邱達根 哎呀 浪來鳥 這次第一次用 現在是重要的東西 這個我告訴你 浪來鳥 你也要騙幾次 人家才不來幫你 有沒有聽到多少個故事 究竟這個人 是騙的 現在不是騙你 是政府發放緊急訊息 不會拿來玩電話的 政府是白癡的 這個人是 香港是真的持能線的 Toracev 你不要開玩笑 其實根本 我們專門叫這個節目做香港 持能線就是這個意思